这一季就要和你们分享南洋咖啡店 很新奇 我没有见过 看我想起了 我小时候的披萨哈达这个味道 哇 真的是辣 全新一季的Joni 我回来了 大家好 我是JN 陈嘉燕 之前的Joni不是在PJ 就是在KL 不然就是在Bujong 对我而言 就是出门罢了 一点心意都没有 所以这一季我们话中来到了 巴都巴哈 好新哦 终于是个全新的地方 这一季就要和你们分享南洋咖啡店 南洋咖啡店是大马华人留下来的饮食文化 它不只是可以喝茶 吃美食还可以聊天的地方 它不只是只有华人 还有很多有族同胞常常聚集在这边 真正体现了萨都马来西亚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看看 到底这一集的咖啡店有什么好吃的吧 吃喝完了 Joni哦 进入咖啡店 我叫你们这位素人 就来到了BP龙茶餐市 门口一经过的时候 它的外观就好像是80年代的建筑物 颜色肥 非常的烧 一走进来 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有趣的贴图了 外面就形成很大的对比 来到南洋茶餐市怎么可以扫得到 我今天就预购这个面包 南洋茶餐市 好有嚼勁喔 這個真麵包 它的真麵包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一邊是這個Gaia 一邊是Butter的 和現在比較多的咖啡店不一樣 因為現在很多呢 是整塊冰牛有放在中間的 吃完麵包過後呢 我今天重頭戲來了 你們一定猜不到是什麼 因為這個食物呢 真的很少很少在咖啡店看到 OK 猜猜看 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這個Soto 怎麼是Soto咧 Soto呢就是馬來士的雞湯啦 哇 雞肉絲超級多的 我現在搭配它的配料一起吃喔 有葛珠寶 還有香菜 還有花生 豆芽雞絲 全部而且融合在一起的口感 真的是很不一樣 那個葛珠寶本身糯糯的口感 加上那個雞絲本身那個雞的鮮味 然後那個豆芽的卡刺 卡刺的口感很有層次 這是剛才老闆娘介紹了我們吃的龍丼 然後它的湯頭呢 是用很多不同的蔬菜 加香料 椰漿 導致而成的 上面呢鋪了一層 滿滿滿滿滿滿的青菜 還有雞蛋 很新奇 我沒有見過耶 我們吃它的湯頭 它的味道呢是比較偏甜的 我想是應該加了很多很多包菜的關係吧 來 另外加了這個葛珠寶 哇 葛珠寶 哇 葛珠寶真的 這可以加在我的湯頭裡面的耶 哇 這個湯頭讓我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為什麼這邊會有 這兩種有足同胞的食物呢 所以老闆本來呢 是想要做那種 香港海南風格的咖啡店 可是因為這裡附近 其實馬來人滿多的 就加入了這個 有足同胞的那個元素在裡面 所以來這邊呢 可以一試過體驗的海南風味的美食 像麵包和咖啡 也能嘗嘗有足同胞的美食喔 剛才我們去的咖啡店是屬於比較有特色的 現在這一間呢 是比較現代化的 它就位於呢 把它堆一個比較繁華的商圈裡面 一開始我來的時候 我覺得會不會年輕人比較多 欸 沒有耶 這邊呢 除了年輕人之外呢 也有父母帶著小孩 叔叔啊 叔叔啊 有足同胞 還有我後面的姓 有看到嗎 在後面罷了 然後這次呢我就點了幾樣呢 非常非常有海南特色的食物 就是我眼前的這一些 哇 蜜香 欸 蜜香真的是很海南吧 這個蜜香呢 是4塊9而已耶 而且很大包 這個蜜香本身香氣非常非常的濃 還有香 欸 有活黑 在以為我有活黑耶 就是我們今天點的真麵包 看裡面有什麼 哇 這個蜜香味超香 都是沾滿這個蜜香的 它蜜香跟蛋香氣非常的濃郁 非常的香 它不像在吃麵包的咯 就像在吃蛋糕的感覺 哇 有了 這麵包怎麼可以沒有烤麵包咧 我選擇這個是蜜香蜜香的 它也一樣整片喔 都沾滿了蜜香和這個黃魚 他們也太大方了吧 它讓我香氣了 我小時候的披薩哈達 吃那個香蜜香的味道 它雖然是烤的 可是它中間這一塊 依然是很鬆軟 它旁邊就有焦焦的咯 所以咬起來呢 兩種不同的口感 各位 吃了海南蜜香 怎麼可以燒得了海南咖啡咧 這家海南咖啡呢 還是炭烤的唷 它咖啡香氣呢 多了一個那種 Coco Smoky的味道 又喝起來呢 非常的順口滑 酸耶 在巴特巴哈第三站呢 我就來到了 澳門茶餐廳 為什麼叫澳門這個名字呢 因為它的菜單 真的是有很多這種澳門包 你說在別的南洋茶餐廳 真是很少看到的 那這家澳門茶餐廳呢 我們之前去了兩家香檳的 不一樣在於 它有很多麵包喔 是圓的 我想它用圓的應該是 要符合它的名字吧 因為它們叫澳門 你懂嗎 因為澳門的包是圓的嘛 一定是這個原因 這個呢 是我剛剛點的澳門之星 然後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就有豬扒 有起司和這個雞蛋 哇 這樣子一咬下去 太幸福了吧 而且它麵包呢 它不會烤得很乾 上面乾鬆軟的地方鬆軟 這炸豬扒呢 也是非常的酥脆 可是它不會有那種感油彎 因為可能這種炸的豬扒很多時候 會有那種油油啊 有一種有油的味道 但它完全沒有 它豬扒的香氣依然很濃 這樣的早餐也太奢侈了吧 來吧 這個就是我們很傳統的烤麵包 然後這個裡面呢 就是用比較傳統的這個 奶油還有蓋芽 它包真的香氣啊 它很濃郁 它蓋芽也是很香 它的甜度剛剛好 我要害到整個都是冰糖先 這個是厚吐司我剛剛點的 裡面呢 我們是點的是雞蛋還有Ottak 厚度驚人 厚吐司就是不一樣 兩面酥脆中間軟軟 再加上喔 這個Ottak 一秒回到九號了 最後但最後 就這一碗呢 碗麵OK 教教老闆喔 這個麵到底有什麼名堂呢 那麼特別喔 這個麵呢 本身是新加坡的那種Maggie麵 方便麵來的 而且它辣味的選擇 有小中大 我就跟老闆講 老闆我要吃大辣 老闆講 我先熟我們菜中辣就好 中辣應該不辣吧 哇真的是辣耶 真的是很辣 它的辣度是那種很直接的 這真的很香的 它香氣很酥 然後它的麵條呢 跟我們平常吃的Maggie麵的口感 差不多一樣 沒有太大的分別 那其實這碗東西呢 就是它分開來講的話 就是沒有很特別 但其實呢 我三個麵在一起呢 其實是OK的 它會讓你回味的感覺 今天呢 我就嘗了三家呢 巴土巴哈的南梁咖啡店 哇這三家吃的看起來喔 有點普通 但吃起來呢 一沒有普通喔 的確有驚訝到我 然後整個環境 整個氛圍呢 其實是很親切的 它就不會是那種很商業化的感覺 但我相信呢 巴土啊 甚至整個Johan呢 還有很多南洋美食啊 或者特色美食呢 我還沒有吃到的 所以就靠你們了各位 有什麼好吃的呢 別忘了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喔 好啦 這一期Jony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吻不出 來 Sorry